世界胜功消息 安息日的最后通牒 迪奥哥和妻子免费地借住在巴西彼得罗利纳市的姨妈家中 他们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 迪奥哥正在找工作 但因为安息日的关系 似乎没有人愿意雇佣父灵信徒 迪奥哥祈求上帝为他开启一扇门 让他能找到一份工作 并且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事业 没多久 迪奥哥接到一个加油站打来的电话 想雇佣他担任保安人员 老板说他可以在安息日休假 他的祷告得到了回应 他不但能工作也能遵守上帝的诫命 虽然加油站路途遥远 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迪奥哥仍勤奋不懈地努力工作 但是有一天 加油站老板告诉他 他不能再跳过星期六的值班了 他要马在当天工作 要马就被解雇 尽管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 但这位年轻人仍坚守信仰 于是他被解雇了 当时教会正在策划一个名叫 加勒宣教的活动 迪奥哥便趁着空档 参加了这个活动 迪奥哥原本就很喜欢参与社区服务 而在这段待业的日子里 他便将时间全然奉献给上帝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参加加勒宣教的志愿者 必须支付一些费用 经过多次的祷告 他还是决定参加加勒宣教的活动 而上帝祝福了他 当活动结束后 迪奥哥不仅没有自掏腰包花任何钱 还额外收到了七百元的巴西币 他用这笔钱创办了自己的事业 如今他在彼得罗利纳市 拥有一家成功的面包店 迪奥哥说他了解到 当我们忠于上帝时 他必看顾我们 本季的部分捐款将帮助在巴西建立四所新教堂 让我们慷慨解难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